哈囉大家好,我是哈利凱 歡迎來到我的第二頻道 我們就為大家分析的是全新的黑金卡片 亞特蘭提斯 這張卡片我只有一個評價 就是徹底的做壞了 這目前水隊中最強的隊長 他甚至是全神魔中最強的倍率 他甚至超越三藏 我們在另外一部影片呢 有為大家分析他跟三藏的一些評比 還有他跟一些水隊隊長的一些分析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那部影片看 那我們這部影片呢就是單純跟你講說 他到底做的多壞 以及他一些組隊的一些搭配 那首先是他隊長技能 他隊長技能擁有最高的倍率 然後還有強大的減傷 最後還有回血的機制 所以他簡直就是集各方優點於一身 首先是他的隊長倍率 如果你雙隊長使用亞特蘭提斯的話 會來到81倍毀天滅地的倍率 那他的雙隊長呢就是全隊攻擊力5倍 所以5x5 25倍 然後如果說你達到6combo以上的話 再額外給你1.8倍 所以1.8再乘1.8 那這樣乘出來的倍率會是81倍 而且他其實達到81倍的條件不嚴苛 你只要手銷6combo以上就好了 同時你手銷6combo以上呢 他還帶給你雙隊長的減傷 那減傷下來是51%的減傷 所以太變態了吧 那有強大的攻擊力就算了 你跟我講你還有減傷 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有回血的機制 那他消水珠一樣是回血1.2% 雙隊長就會疊加上去2.4% 哇真的是超級扯 他就有點像是哈薩那種回血技能 這個回血技能就是跟你講說 我開水屋也可以回血喔 那究竟這個回血的機制是怎麼樣呢 這邊有一個巴哈上面的整理的表格 那我在下方連結有貼那個文章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們這邊簡單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這邊如果說你要消到100%的話 你可以消30顆水珠然後3combo 或者是4combo 27顆水珠一次類推 大家都可以在畫面上看到 那他平均值應該是消6com 那我們來看消6com 然後12顆水珠才可以回到64% 所以他回血機制其實不太 沒有想像中那麼的厲害 但是證明他至少是可以回血的 12顆水珠大概就是4組3顆水珠 所以其實要打到64%的回血率 其實也蠻不容易的 但是我們的亞太安其實 他有一個非常OP的隊伍技能 就是他可以給你帶有水珠掉落率的增加 25% 那你開上了紋重 更可以提升到40%的掉落率水珠 所以12顆水珠我覺得也是不太難的 而且他也可以開一些轉水珠的技能 去強化他的回血能力 所以昨天吃這張卡片就是回血機制也做得不錯 然後他還給你2秒轉珠時間的增加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沒什麼好挑剔的啊 那他的隊伍技能還有另外一個非常有趣的就是 當你發動技能的時候 你可以減少CD1發動技能除外 這一個技能有多變態呢 我們先來看看他的隊員 我們盡量篩上了 如果我們這邊假設好了 你四張卡片都開上技能的話 就是會減CD4嘛 然後如果說你再開上亞特蘭提斯 另外一張亞特蘭提斯又會再減1 所以每回合會減5 然後你進入下一關是減6 所以一回合最多可以減到6CD 所以6CD有多變態呢 我們亞特蘭提斯CD8 CD8再減6所以變CD2 所以你等於是三回合就可以開啟一次亞特蘭提斯 真的超扯的 你有沒有覺得CD8好像離你不算遙遠 那他主動技能呢就是給你牌珠 CD3的牌珠你有看過嗎 這隻根本就是做壞了 而且手銷所有水膚石的話 還給你1.8倍的增傷 那做多壞就不用講了吧 好那接著呢是他的隊員的一些搭配 那剛才有說就是開技能的話會給你減CD 所以盡量就是搭這種CD短的雙魚 或者是BB都非常的適合 那剛才有提到就是附加效果也很重要 我們看到水屋也可以回血 所以搭上水屋那個傷害又更上一層樓 因為他原本的倍率就是81倍 就已經是全神魔最高了 這時候你再跟我講說他可以再開水屋再提升 就是做壞的程度 而且不論現在只有水屋是比較可以用的附加效果 以後只要水隊再推出一個附加效果 只要兩倍以上的增傷 那這一隊再塞進去 根本就是不能想像的那種 不能想像的一個倍率 所以這一隊其實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的 而且他唯一限制就是 手銷6COMBO以上 還有就是全隊只有水屬性 只有這兩個比較大要注意的一個限制 其他就是做壞掉而已 然後第二個推薦的就是文重 加上去就是40%的水屋掉落率 真的是超級扯的 文重唯一的缺點就是不能開關 大概就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技巧夠好的話 你帶上一些檢視地的龍科 其實文重就是常駐開啟了 總而言之做壞了 對還沒抽的趕快去抽吧 好了 那麼我對亞特蘭提斯的分析 就在這邊告一段落啦 那如果說你們對亞特蘭提斯 有什麼更多的意見 或者是覺得我有哪個地方是說錯的 你們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討論 如果說想要看到更多的卡片分析系列的話 不用擔心你的訂閱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有新影片的話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那我是RyKai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趕快去抽 黑金卡吧 祝大家一抽入魂 大家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